西游记 一 仙石孕育美猴王 故事后 海外有一个奥来国 奥来国临近大海 海上有一座花果山 花果山的顶上有一块仙石 里面运一个仙胎 有一天 这块石头崩裂 产出一石卵 像个圆球 圆球遇封以后 变成一只活灵活现的石猴 石猴的双眼 放射出两道金光 一直射到天庭 这时候 玉帝发现 天界之下有金光闪烁 大吃了一惊 以为有妖怪作乱 急忙命千里眼和顺风儿 两位神将打开南天门查看 不久 两位神将回来禀报 说是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 生出一只石猴 石猴目射金光 惊动了天庭 现在金光已经消失了 玉帝不必担忧 再说这石猴 在山中行走 跳跃 渴了喝山泉 饿了吃野果 每天在山中和动物一起玩耍 日子过得很快活 有一天 天气特别热 石猴跟着一群猴子到山间里洗澡 洗着洗着 有只猴子提议说 溪水这么清澈 我们去找一找溪水的源头吧 猴子们都赞成这个提议 于是大家叫着喊着 顺着山间往上爬 终于找到了泉水的源头 原来是一道瀑布 一只老猴子说 谁敢钻进瀑布里去看看 再钻出来 我们就拜他为王 怎么样 猴子们 你看我 我看你 谁都不敢钻进瀑布 这时候 石猴从猴群里跳出来 高声叫道 我去 我去 石猴闭上眼睛 一纵身就跳进瀑布里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没有水 却有一座桥梁 桥边有花 有树 是一座天然的石洞 洞内有石锅 石灶 石碗 石河 石床 石凳 中间有一块石碑 石碑上刻的是 花果山浮地 水帘洞 洞天 石猴心想 这真是个安身的好地方 这洞里 宽敞得很 能容纳百千口老小 还能避风挡雨 无霜无雪 多好啊 于是 石猴又闭上眼睛 跳出洞外 和众猴介绍了 洞里的情况 并把大家带到洞里 众猴跳进石洞 过了铁板桥 就一个个抢夺石桌 石椅 搬来 移去 一直搬到没力气了 方才停下来 安顿下来以后 猴子们果然都信守承诺 朝着坐在石椅上的石猴跪拜 口称千岁大王 从此以后 石猴高登王位 便将石字引去了 改成美猴王 美猴王带领着众猴 每天在花果山游玩 夜里在水帘洞住宿 开心极了 更多精彩学习内容 请关注乐乎汉语 感谢观看 请关注